据日本媒体报道,在8月15号,日本战败纪念日到来前,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于13号下午参拜了晋国神社。这是日本现任防卫大臣第二次参拜晋国神社。岸信夫在参拜后受访表示,对于在之前大战中为日本战斗并牺牲的人们表达了诚挚的哀悼。 当被问及是否事先与日本首相菅义伟或官房长官加藤盛信商量时,岸信夫表示,由他自己做出判断并进行了参拜,对于此举可能招致中韩两国的抗议,岸信夫辩称自己的行为理所当然。 而就在13号上午,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仁也参拜了晋国神社。 西村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称,他是作为一名议员参拜。他透露自费献上祭祀费,并在签名簿上署名众议员西村康仁。 日本内阁大臣13号的败鬼行径,因引发国际舆论的强烈不满。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13号称,亚太局局长李向烈当天下午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扩公使雄谷直树,抗议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参拜晋国神社。 李向烈表示,岸信夫参拜美化殖民掠夺和侵略罪行安置战犯的晋国神社令人感到愤怒。 他表示,此举有损两国互信,并敦促日本政治领袖以实际行动展现正式和反省历史的态度。 雄谷直树回应将向日本政府转达韩方立场。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13号就日本防卫大臣参拜晋国神社达记者问时表示, 中方对日本防卫大臣参拜晋国神社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吴谦指出,众所周知,晋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 供奉有14个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严重罪责的甲级战犯。 日本防卫大臣参拜晋国神社,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险恶用心。 不能正视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 我们要求日方认真反省侵略历史,时刻牢记历史教训,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近一个时期以来,日本防务部门在涉华问题上不断采取消极负面行动, 勾连域外国家,抹黑污蔑中国国防政策和军队建设发展,大搞针对性军事演习,粗暴介入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 在南海开展挑衅行动,对中日防务关系发展造成了严重干扰。 我们敦促日方摒弃冷战思维,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日防务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